大哥說話你要聽 節目主持人 山膠底先生 大哥說話你要聽 我是節目主持人 山膠底先生 我們要講第一單的就是 Sakari和Like今年已經準備要出新鞋款 阿金鞋這個鞋款其實今年已經是50周年 所以Like搞一下新鞋和Sakari合作 Like、Sakari成Gottes 其實它都是用阿金鞋最初的配色 白藍紅 還有一個顏色就是深藍配白色 這兩隊還未說公開發售究竟是甚麼時候的 這次的設計也算是挺有心機 挺特別的 我都想不到阿金鞋可以去玩到這個程度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記得留意我的Chill Don 今個星期Jan在IG裏 就投了Jan成Babe的一個Tab Jan成Babe為甚麼這麼期待呢 因為Jan之前也沒有跟一些很潮流的品牌合作過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我覺得Babe其實是一個玩很多圖案、Pattern的品牌 Jan就是很簡單、正式玩一個Cut的品牌 究竟它兩個品牌都採用了甚麼火花呢 官方都未有相片推出的 只是拍了一個Tab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看看 我相信都值得大家期待 好,講完這條牌 我們講一下高級的品牌 L3和Like 在去年的時候已經說要合作出一些鞋款 他們鞋款的版圖都用Air Force One去做 有Hi 也有普通的Air Force One 也有很多很出名的Artist、明星 已經收到L3成Like的那雙鞋 這個也是被外界傳媒稱為Vergile的遺作 有200對的鞋子就是用Air Force One去拍賣 就不是真的賺了的錢全部都放到Air Force One去 Vergile在離開之前就成立了一個基金 輔助一些在美的卑銳的人士 用他們的教育計劃 那些錢就會放到一個基金裡面 而且這次200對也有一個特別的包裝 用橙色的章子裝著這雙鞋 拍賣到的人就會有箱子和鞋子 今年Lego正式接獎LVMH旗下的Cancel 大家都很期待第一個Fashion Show究竟是怎樣 果然就沒有令大家失望的Lego 我自己最吸引到我的眼球 就是Lego在Fashion Show裡面穿著那件Cold Jacket 今次Lego的第一個Fashion Show 也吸引到很多名人 吸引到很多潮流界人士 包括Carnier、Trell Williams 他們也有活去看他的Fashion Show 我覺得就相比起一些再High End的牌子來說 其實他的衣服真的容易穿出 而且他整個collection裡面沒有什麼很誇張 穿不到外出的衣服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好 那我們今個禮拜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們Childong的IG 以及追蹤我的IG 多謝大家